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此做出了解释 那就是火攻投驼事件 导致了少林派人才断层严重 从而封死近百年 少林的武学传承是金庸江湖众多门派中最为完整的 从最早的天龙时代 就有少林七十二绝技之说 到了最晚的陆顶纪时期 少林的七十二绝技基本上都在 武学传承没有断绝 又并非收不到徒弟 少林为何不凭借着七十二绝技再次崛起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问题 首先我们来明确一个问题 靠七十二绝技 少林能否兴起 这个答案是肯定的 因为在天龙八部时期的少林寺 没有少林九阳宫 没有七十二绝技 而天龙少林的实力并不弱 最起码 少林寺也一样是普通江湖人当中的武林圣地 为什么这么说呢 有一个重要依据 那就是燕门关之战 谣传契丹武师团要前往少林藏金阁盗取秘籍 江湖人士认为 契丹对于大宋军队已经具有很明显的优势 如果要让他们修炼了少林武功 会如骨天意 所以才集中组织起来 一起前往燕门关社服 也就是说 武林人士对于契丹人要来少林寺盗取秘籍 丝毫不吃惊 那么他们为何不去飘渺风灵鹫宫呢 为何不去大理天龙寺呢 为何不去盖邦呢 其实 当我们仔细分析一下之后就会发现 虽然这几个地方的武功似乎不次于少林派 甚至于拥有过之 但是总的威望还是不如少林派 天下江湖人说起武林圣地 第一感觉依然还是少林派 如果少林派的武功不强 为何有天龙寺爵其二的萧远山和慕容伯都来少林寺窃取秘籍呢 足以说明少林派的秘籍依旧是天下第一 至少是实用性最强的 其次就是高手 纵观天龙八部时代 少林派其实实力不算差 除了扫地僧之外 一流高手也是不少的 只是因为天龙时代群星过于耀眼 所以被压制住了 其余时就算到了少林派实力最强的倚天时期 少林派能拿得出手的高手 也就是三度和四大神僧 而那个时代是少林派的辉煌时期 而江湖反而比较沉寂 说起来少林派几乎没有变 只是江湖偶尔有变化 少林派作为武林第一大门派 实力是缓慢发展的 就算到了飞狐外传时代 依旧是天下第一 真正可以和少林分庭抗礼的也只有武当 别的门派帮会很多都是一波流 就算是丐帮也日渐示威 江湖地位实际上大部分时间都无法和少林派相比 唯独是人数较多罢了 严格地说 就算在天龙八部时代 少林派只出了一个扫地僧 也不是偶然 而是长久积淀的结果 所以凭借72绝技 少林派完全在此崛起 那么真正的原因在哪里呢 在倚天屠龙记开头 曾借着合作道挑战少林之机 说出了少林人才凋零的原因 那就是火宫头驼事件 当年的火宫头驼 原本只是少林的一名 普通香机厨僧人 用现代话说就是一名厨房的帮厨 或者说是打杂的 管厨房的僧人头头脾气暴虐 动则打骂 火宫头驼三年被打得吐血三次 火宫头驼也是一位极擅长隐忍之人 他暗中偷学武僧们练武 几十年下来练成了一身强横的外加功夫 最终自认为武功大上的火宫头驼 在少林一年一度的寺内大比武中 汉人出手 打伤了九名罗汉唐武僧 达摩唐首作《古智禅师》 原本已经制服了火宫头驼 却出于怜悯之心没有伤他 结果被火宫头驼偷袭反击 打得重伤而死 此后火宫头驼有上门将与他有积怨的几人 全部清除 为给火宫头驼事件收尾 结果导致少林起了内讧 从而导致少林实力严重下滑 不得已之下做出了封山百年的决定 直到倚天正式剧情开启后 才重新现身江湖 少林在倚天时代重新崛起 靠的极有可能是 《无色禅师》记下的本部分 九阳神宫改编而成的少林九阳宫 而非是少林七十二绝技 少林派没有凭借七十二绝技 从火宫头驼事件上翻身 根源应该是出在少林派自己身上 真正能体现出少林派自身问题的事件 就是倚天开局时 绝远大师和少年张三丰 被逼得一个生死 一个离开少林 几十年后开创了武当派 昆仑三圣合租道 受良心发现的尹克希的委托 不远万里从西域赶到少林 只为传回一个惊在由衷的遗言 不料 三人的武功完全不在天明禅师之下 然而却被合租道轻松击败 合租道显示了一份化天使为棋盘的功夫 包括兴禅七老在内的众高僧 无人能做到 逼得少林差点就要开口认输 绝远禅师练成了九阳神功 内功之身后原叫合租道为高 轻松抹到了合租道画下的棋局 逼得合租道此局认输 然而绝远禅师却不会昭示 此时还叫张军宝的少年张三丰出手 与合租道定下的十招之约 并最终胜出 然而作为少林功臣的张三丰师徒 却成为了少林的眼中钉 原因只是 因为少林在火攻投投事件后 定下的那个不尽人情的规矩 凡事不得失手而自行偷学武功 发现后重则处死 轻则挑断全身经脉 使之成为废人 这样苛刻不尽人情的死规 颇有点像蛮横之人解决问题的思路 或解决不了问题 那就解决提出问题的人 如此问题自然就没了 这样的管理思路充分说明了一个事实 此时少林的管理模式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思维僵化矛盾众多 变化不足 这也是为何火攻投投事件后 原本应该有道僧的少林管理层 会大起争执 互责互救 从而起了内讧 导致罗汉堂首作《苦慧禅师》 远走西域 创立了西域少林 少林禁止随便学武的禁令已出 再加上少林管理层的僵化 从而导致少林派在习武仪式上 暮起沉沉 不知变通 寺内气氛压抑 习武环境恶劣 这样产生的最严重后果是什么 那就是缺少交流 顾本自封 只能应寻守旧 自己摸索 少林自身的武功体系也决定了 他们的武功是一脉相承的 想要修炼到一定境界 与武当全真等功夫一样 都需要大量的时间来积累 这一点录顶记忠 伟小宝的老师职 陈关大师的话 也可以间接给出证据 陈关见伟小宝什么拳法都不会 也不生气 说道 咱们少林派武功循序渐进 入门之后先学少林长拳 熟悉之后再学罗汉拳 然后学俯虎拳 内功外功有相当根底了 可以学伟驼长 如果不学伟驼长 那么学大慈大悲牵手势也可以 伟小宝口唇一动 便想说 这大慈大悲牵手势我倒会 诸般武学一路 循序渐进的练下去 等到了将七十二绝技一门 或竖门练成 一般都到了五六十岁以上了 天龙时代的扫地僧 曾对慕容博和向远山说过 每一门七十二绝技修炼时 都会产生戾气 必须要与对应的佛法来化解 一味的贪多贪快是没有好处的 然而这番话 可能是少林众高僧压根没有听进去 并没有注重佛法的参悟 这也是为何一直到倚天时代 少林高僧给人的感觉 都有些像纯粹的武林人 多过出家修行之人 像倚天时代的空文空之等人 本身少林的七十二绝技 就极难修炼 少林自身的管理又出了问题 导致在修炼武功时 只能纯粹的师父教徒弟 武学缺少了交流 缺少了互相启发 必然会进一步缓慢 直到少林九阳功的出现 初步解决了修炼产生的戾气问题 少林才在倚天时代又重新崛起 所以说 孤步自封是一定没有好结果的 只有开放交流 才是真正的王道 好了 本期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